这期绑架一云 5月30号晚上10点22分 发生在苏丹伊斯迈路的一间 共管式公寓的停车场 根据壁录电视画面显示 女子跟随一名男子步出酒店去取车 走到车旁之后 有两名男子从停载轿车后方的 Elsa修理车下车 其中一人虚钱只是女子上她的车 但是女子中途突然加快脚步跑开 结果男子就追上将她强行拉上车 整个过程大约1分钟22秒 吉隆坡刑事调查主任卢斯迪随后澄清 事件并非绑架案 被人强行带走的女子是一名逃跑女佣 她被前雇主带上车 是为了送她到俄迈警局入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